中国方面的反应 这是以这里有谋略的意义 我认为说如果今天中国强烈一点 而产生一点点嚇阻效果 他就获胜了 尤其在你对比现在马英九政府 跟陈水扁政府时期的 这对军事的这种的战略 是已经截然不同 在陈水扁时期是所谓的境外决战 现在是所谓的这个固守防御 所以已经退到本岛了 而且你刚才刘比先生也有在介绍说 这个军售的内容 其实很多都是 这个是防御性的 甚至连防御性都说不上 是后勤救援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他还是在批 而批了还有用的话 他就会再进一步 所以到哪一天 包括台湾买一支柴刀 他都批的话 台湾又接受的话 那你就束手就服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 我认为有谋略的意义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认为说 台湾国防部应该发出 强烈的这个谴责 强烈的这个抗议 因为你这个时候 在部没有声音 北京认为说 那他就应该这样嘛 就我们讲说 得寸禁止或软土深掘 所以在模略上 我认为说 既然他是核战两手 台湾方面应该要核战两手的作为 这样才能够平衡 也让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 他对我们的知识 道德力量才能够存在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我想 除了我 我跟东宁之外 还有很多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也想 就今天的主题 向两位来宾来提出问题 我们把时间就交给东宁 好的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您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传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 包括了马英九出访中美洲 台湾的活路外交 与人道外交 还有美国宣布 新一批对台军售 对美中台关系 可能造成的影响 现场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 台湾中国时报 派驻华盛顿的资深特派员 刘萍先生 以及台湾青云科技大学 其管系的 严建发 严教授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度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下面就是您参与节目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00-801-102-880 然后再拨 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 10-8888 再拨打 866-837-5161 好的 我们首先接近台北的听众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首先就是这次海地的灾电 吴行中也促成了 1979年以来 台湾首次军机到海地就灾 而且还能够降落 美国空间基地的事情 这也是一项记录 至于说有关军收方面 我们如果翻出过去历史来看的话 像中共能够抗议还能够使力的空间其实不大了 根本本质上就是设立内论 就从以前那个 他也是看看国家来行事 比如说荷兰 河南军收台湾两艘全体 结果中共当时反应是 把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算是最厉害的 再来是法国 法国受台 幻象2000还有拉法业等等 那就是把当时的 法国驻广州的总理事馆 暂时撤销 把他撤销的抗议 那1992年老部系总统 受台F16 ABC那时候 他们也只不过叫嚣一番而已 那这一次当然 他的叫嚣的强度 是好像蛮大的 其实他也是看国家 他对美国 我看他的本质上 还是设立内论而已 所以这一点 好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为我们针对这个美国对台军收 做了很详细的一番紧要回顾 好的 下面我想继续请辽宁的 王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 辽宁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来 这是几个台湾人自我安慰而已 首先来说 我们军事打击台湾是不可更改的 我们只是以最小的代价 统一台湾 再加上这次所谓马英九的进行 台湾已被我们围困的 有一些窒息而已 所谓的蔡水扁的葬礼外交 所谓的贵径外交 这都是不自信 被围困的无奈的一种表现 再加上 首先这次军收 总体来说 半个月以前我们派了一个外交部的最低的资源到美国参加华盛顿制裁伊朗会议 我们投了 我们坚决反对 这是对其他五国的一种嘲弄 我们 我这次 不管希拉里 美国说最后要给伊朗一年十年 我们这次已经准备好向伊朗出售反空导弹也好 反舰导弹一些装备 伊朗军队 这是不可避免的 再加上我们徐财后国防部长到美国跟盖茨跟奥巴马也好说了不能容忍美国向台湾出售财电潜艇F16C地战机 这是不可避免的意思就明确了 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这些武器就等于下战术就等于宣战 首先来说这是台湾买的爱国者三星导弹也好 比如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火箭弹一万美元 爱国者导弹几百万美元 我们可以以待遇的方式以火箭弹攻击台湾 然后以精准的导弹和讯号导弹对台湾定点目标进行清除 好 二条我的理想就是最好的就是一千枚导弹加二十枚 好的 不好意思得打断您后面还有好多听众 不过感谢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下面想请台中的姚先生也说说您的意见 姚先生你好 台中的姚先生 计划就好了 好请说 就是说二十一世纪啊 这个全球化金融海效危机之中啊 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啊 的平衡啊 对全球各方的利益啊 有多方的帮助啊 这个不是当方面的利益而已啊 是全球各地多国多方面多方向的众生的 然后远向的各方面的一种互相之间的利益的调和 所以啊这个不是一种啊互相之间的一种啊 这个要对立啊干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下一位还是大陆的听众想请广西的电视观众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李先生你好 啊我觉得马云九这次书房这个海地地均确实有点参照 是在你这个岛内的对它改革的不满的视线 我觉得它是这种还有对美国那种那种坚守的表态 因为这个对美国的建设确实是像以往的总统一样 就是受到美国的长前压迫的机会答应 我觉得美国比台湾不必要用大量的金钱去买美国那些大陆模的杀伤武器 这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对台湾没什么好处的 因为过去年以后那些也是废腿一堆 对到那些老人伤财 对他的改革行上去打这个犯罪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 下一位我想接听台中高先生 高先生您的电话 高先生您好 台中的郭先生对不起 郭先生您好请讲 其实我比较不赞成和台湾买武器 其实花两千亿买武器 不如每个人发一万块的消费券来的游戏 因为靠武力平衡 因为如果真的跟大陆发生战争 台湾绝对是输 这是绝对的 你再买多少钱的武器都没有用 但是基本来说不会发生战争 我们也不乐意看到发生战争 但是真的要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也会插手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浪费钱去买武器 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郭先生 下一位是广东的吴先生 广东的吴先生您好 大家好 谢谢 朋友好 我觉得 那个